身穿红衣,胸挂犯邮牌,枪决之前掀开一个公判大会,这便是真实拍摄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,我国处决死刑犯式的现场影像。 那么你知道为何在那时期,死刑犯在枪决之前,为何会进行公判大会?大会现场,他们胸前所挂的犯邮牌又有什么讲究? 公判大会在今日,我们为何又难以再次见到了呢? 而这背后的一切原因,皆离不开我国法治的进步。 首先说到公判大会,顾名思义便是将被告人,押附到公共空间进行审理的会议,而这里的公共空间一般为广场,学校操场和室外空地等。 而在这些公开场所中,每一次的公判大会都会或多或少有一些围观的群众,少至几百人多至少万人。 而法院又为何会选择在这些场所里进行公开宣判呢? 其实原因很简单,就是那时期我国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普遍偏低,很多人不知道法,更不知晓违法的成本有多高。 所以公开审判不仅可以向普罗大众普法,更能震慑那些即将想要犯罪的人,以此来达到普法宣法,威慑潜在犯罪行为的双重效果。 更何况在公判大会现场,肯定有认识被告人的群众,而这种熟人相看的尴尬场面,在中国的人情社会中,更能示范功倍的达到,无法宣法的实际效果。 所以在那时期,公判大会的存在,在其维持社会治安,教化群众等方面,会起到很大的积极作用。 其次是犯犹牌,这是一种流传于我国古代时机,给死刑犯所佩戴的一种身份标识,一般上面会写有该死刑犯的姓名和所犯罪责。 这样可以使得围观的群众敌眼,便可以看出该囚犯的身份信息,一是能快速分辨出该死刑的罪责和身份, 二是在公判大会上进行公开展示,以来表明是本人无疑,没有顶替或包庇之嫌疑。 而最后就是为何近些年来,我们越发少见公判大会了呢,且几乎是一夜消失,再也看不见了。 而这其中的原因,便是我国法治社会的进步,以及人民群众受教育程度的提升, 公判大会不再是人们接触,真实法治案例的唯一途径, 人们可以通过电视手机、互联网等新型媒介来更好地了解法律。 其次是人权的保护,不管是被告人的权益还是被告人的家属, 他们的尊严都受法律的保护,在依法判决其被告人有罪前, 我们不能剥夺对被告人权利的保护。 所以,今日公判大会这一场面,也就很少再出现了。 那么,看完以上视频,你是否还记着幼年时计, 自己观看公判大会时的场景呢?